我记得上一次我一开始讲那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嘛 就是在这里 现在呢那个时候是美国计划 总统计划了 不过现在我讲了美国已经对中国500亿征收了关税 它已经开始了 现在是6月20号了嘛 它6月15号就宣布执行了 后来第二天我们中国就对等的宣布增加关税 计划增加关税嘛 今天前天吧 6月18号 6月18号 美国 看 这可能是光亮的问题 来看一下 缓带意思就是说 美国就对华贸易发表声明 他大概口气非常强硬嘛 就是说你如果增我500亿确定下来 我就要增你2000亿再加2000亿美元 如果你对2000亿美元在我们中国再进行 叫回击那么他要再加2000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截图看一下 可以 我是在 这些在墙内都是可以看到的 有些人说这件事情他重不重大呢 这件事情非常重大 他会成为美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自澳里1972年以来 关系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 贸易的转折点 整个西方世界 因为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 就是跟整个西方世界打 我相信很快 欧洲 欧盟和日本一定会对我们进行政策关税的 一定会跟上的 跟上美国的步伐 因为美国说我们窃取了他们的核心专利技术 还有叫不公平贸易 简单来讲就是不对等的市场开放 我相信美国日本一定会跟上的 再看一下这是我在那个 这是我在群里面发言的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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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中国的生态吗 大家可以接遍看一看 有人说那我为什么不讲具体的细节呢 说马上政策关税以后到底怎么办 然后再怎么办 我不想说这些 还有蚊子呢 我来把 所以我仔细分析这个技术啊 他的战术分析嘛 就跟那个刚才日本跟哥伦比亚的踢足球人呢 足球比赛世界位 我不想做一些战术的分析 我只想做一些叫战略性宏观意义上的评价 历史又到了 一个关口了 这个世界说白了 就是欧美日西方国家和亚非纳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 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 或者说是自由市场经济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PK 也可以讲是 更加深刻的 他会这件事情 他会影响中国 未来至少20年 至少 至少20年 这就是他的意义 6月15号 美国对华征收关税 20年 至少20年